男人第一次坐飞机 就遇到被熊孩子罢作 他无奈向空姐求助 结果竟直接升到了头等舱 头等舱里 一位美丽的女士正在被一个先生骚扰 看见巴尔过来 美女竟一把拽过巴尔 让她坐到了自己的旁边 隔绝了搭讪的先生 巴尔对飞机上的一切都很新鲜 不停地玩着升降座椅 女人则是一直在工作 这时的他们 都没有想到未来两个人会紧紧相连 过了会儿 空姐过来询问需不需要餐点 女人点了份龙虾 巴尔马上说自己也要一份一样的 没想到空姐说她是经济舱的客人 点不了头等舱的餐 又过了会儿 飞机进入了气流区 巴尔笨拙地拿专业知识安慰女人 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混乱中 女人下意识握住了巴尔的手 感受着这柔软的触感 巴尔的心颤动了 分别时 巴尔情不自禁地说 很高兴差点和你殉情 女人只是笑笑 没有反驳 巴尔又更进一步 和女人交换了名字 原来女人叫爱丽丝 女人的身影彻底不见后 巴尔收回视线 突然发现了爱丽丝落下的U盘 而这也成了牵着他们缘分的线 一出机场 爱丽丝就见到了闺蜜和女儿 闺蜜还给她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 希望爱丽丝有空去看看 爱丽丝一开始反驳 最后还是答应了 爱丽丝今年38岁了 丈夫去世后一直没有再婚 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了杂志社的工作上 这次出差回来原本以为可以升职 但领导却把这个机会给了 和她不对付的同时 领导觉得爱丽丝太刻板严厉了 这和年龄无关 毕加索在91岁时依然有一颗童心 而同事虽然轻挑 却会三千样东西 她经营过一个博客 跳滑稽舞蹈 结果三次婚 还是和不同性别的人 她充满了新奇的探索欲 因为领导的话 爱丽丝本来就够烦了 回头又发现U盘不见了 情绪更是糟糕 这时她看到秘书留下的便条 一个叫阿富的先生说捡到了U盘 爱丽丝马上按照字条打了电话过去 鄙视巴尔正和朋友在酒吧玩 接到爱丽丝的电话 她欣喜若狂 本想定个时间见面 但爱丽丝太着急 问了个地址就开车过去了 见到爱丽丝 巴尔才有机会说清楚 U盘并不在身上 而是在她家里 由于爱丽丝要得急 她只好带爱丽丝回家 没想到巴尔这样的阳光青年 居然开着粉色小摩托 爱丽丝也有几分惊讶 但还是爽快地准备上车 不过巴尔的车奇葩 头盔也挺奇怪 爱丽丝居然扣不上 巴尔连忙上前帮忙整理 他们没注意到的是 这一幕已经被爱丽丝 刚好在附近的同事拍了下来 到了巴尔家里 爱丽丝遇到了她的父亲和前女友 是的 巴尔有一个相当潇洒不羁的父亲 居然和巴尔的初恋女友谈起了恋爱 巴尔父亲还兴奋地邀请爱丽丝 观看他拍摄的宣传片 这让巴尔十分尴尬 看完片子 两人终于可以去拿油盘 巴尔为了寻找 把自己的书翻得一团糟 只好尴尬地问爱丽丝 要不要拿本看看 临别之时 巴尔邀请爱丽丝找个晚上喝杯咖啡 爱丽丝看出巴尔的追求意图 直接了当地拒绝了 第二天 爱丽丝一进公司 就感受到大家都在注视她 这让她觉得莫名其妙 直到秘书给她展示了 已经传到网上的照片 爱丽丝本想澄清 但领导知道后不仅没有责怪她 还称赞她有激情 有不羁的精神 这正是她想看到的 听了领导的话 爱丽丝想了半天 终于做了决定 她吞去死板的职业装 换上了热辣的皮夹克 包臀裙 加上性感红唇和耀眼的金发 美帝不似往日的自己 她走路带风 一路上迷倒好多小男生 就这样走到了巴尔的跟前 和巴尔逛了校园 还邀请巴尔在晚上约会 直到爱丽丝离开 巴尔还如在梦中 一直持续到晚上见到爱丽丝 她的打扮还是那么美 两人一同参加了科技会展 巴尔的热情感染到了爱丽丝 她逐渐放开自我 期间遇到了爱丽丝的同事 为了展示给自己的同事看 爱丽丝故意展示了 和巴尔的亲密 同事察觉了她的意图 上前说今天领导没过来 爱丽丝这是错失机会了 还递了根烟给巴尔 说爱丽丝就算了 看着对手的挑衅 爱丽丝自然不甘示弱 伸手抢过香烟就抽了两口 回去的路上 爱丽丝接到朋友的电话 为了给她留下隐私空间 巴尔远远地给她打伞 自己却站在伞外 被淋到湿透 电话是闺蜜打来的 她提醒爱丽丝 今天就是相亲的日子 爱丽丝只好谎称 女儿得了蓝尾言 现在要离开 听到情况这样紧急 巴尔迅速冲到马路中央 用身体拦下一辆出租车 硬是把乘客拽出来 送爱丽丝尽快离开 自己留下来和乘客道歉 还把雨伞留作赔罪 最后只能临着雨回家 相亲宴上 爱丽丝时不时就会想起巴尔 这让她心虚不宁 甚至闹出了一些笑话 最终只得不欢而散 第二天晚上 爱丽丝又找到巴尔约会 这次参加的是一场服装走秀 秀场上一个模特突然摔倒 巴尔下意识就上去搀扶 全场的人都被惊到了 但一位大佬却觉得还蛮有趣 事后爱丽丝也并没有生气 宴会上 老板果然很欣赏 和年轻小伙谈恋爱的她 爱丽丝想在家把劲 也避开同事喋喋不休地追问 爱丽丝居然也感觉到了久违的心动 但看到又有人想拍下她的照片时 爱丽丝慌忙带着巴尔离开了 她让巴尔送自己回家 爱丽丝进去后 巴尔终于反应过来 今天可以更进一步的 她抓到一个机会溜进室内 敲响爱丽丝的门 与她共度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到了第二天早上 爱丽丝如梦方醒般地慌乱起来 她马上让巴尔回去 但巴尔的一只鞋不见了 怎么也找不到 她只好给自己套了一个鞋套 可是突然下雨了 巴尔只好等雨停再回去 这一等就尴尬地等到了女儿回家 巴尔装作爱丽丝的实习生 和女儿聊天 问她肚子痛好点了吗 女儿自然不知道妈妈 曾经撒了这个谎 一脸疑惑 爱丽丝马上解围 巴尔才顺利出门回家去了 这天之后 两个人成了正式的情侣 年轻的法国男孩相当浪漫 她在爱丽丝必经之路的树上贴了字条 写着抱歉我迟到了 但是跟着地上的箭头的指示 爱丽丝找到贴在长椅背面的信封 里面装着一个随身听 爱丽丝带上就听到了巴尔的声音 你的第一个任务 是找到一个粉红的摩托车 她马上就到 请坐上它 且不要问会去向何处 因为她的主人也不知道 他们骑着粉红摩托兜风 走遍了城市每一个角落 爱丽丝似乎真的感受到了 领导所说的年轻的激情和不羁 这让她的工作也顺利起来 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欣赏 建议也经常被采纳 可是随着感情越来越争执 爱丽丝不得不去思考 一些现实的问题 他们实打实相差了20岁 等爱丽丝50岁的时候 巴尔才30岁 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他们的习惯价值观 都有太大的不同了 爱丽丝提出了分手 这天爱丽丝遇到了一位难缠的客人 她对杂志社的模特不满 翻遍册子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这时她突然看到了 爱丽丝桌面上的巴尔 拍板决定就是这个了 原来这个客人就是走秀当天 觉得巴尔有趣的大佬 爱丽丝当然不同意 巴尔不是专业模特 而且他们已经分手了 但领导同意了 还把这个任务硬塞给了爱丽丝 爱丽丝没有办法 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巴尔帮忙 巴尔其实并不乐意 但因为是爱丽丝求他帮忙 他还是同意了 拍摄当天 爱丽丝的朋友找到巴尔 说出了爱丽丝和他交往的真相 巴尔很伤心 却没有戳穿爱丽丝 还十分配合拍摄 但是摄像师实在暴躁 拍到最后巴尔实在忍不住了 怒而霸拍 爱丽丝追上他希望挽回拍摄工作 巴尔更加失望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爱丽丝最关心的 还是工作 他生气地嘲讽 一直以来爱丽丝为工作进行的爱情表演 却没想到引来了爱丽丝的同事 好像给爱丽丝带来了麻烦 巴尔气势一下子弱下来 事后老板也因爱丽丝的欺骗感到生气 把爱丽丝开除了 闲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爱丽丝不断地想到巴尔 看到粉红摩托会响起他 看到残存的半张纸条会响起他 看到巴尔落下的鞋 更是想他 看到巴尔拍摄的海报 爱丽丝终于按耐不住了 他要挽回这段感情 于是爱丽丝直接冲去了巴尔的学校 不顾巴尔正在上课就进了教室 巴尔十分震惊 爱丽丝却被误以为是请来的客座教授 被老师带到台上讲课 他只好故作镇定地讲了几句 很快就被巴尔打断 问他这算不算一种示弱 爱丽丝也不再挣扎 做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巴尔向他走来 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以后一次又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又该怎么办呢 而爱丽丝的回答是 深深地吻上去 谁也没有在乎刚进来的真正的教授 其实如果真正相爱 年龄又有什么关系 生活需要各种条件 但爱不需要 如果喜欢就尽情去爱吧 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也不见得是坏事 把时间浪费给值得的人 就不算浪费